婚后你在家管钱 我工作 2006年演员郭涛和女友李然正谈婚论嫁 女友却接到一家唱片公司的要约 要让她入圈发展 年薪百万和家庭主妇 这两个极端的生活如何选 让李然很为难 男友郭涛知道后 百般反对 霸气地表示 她需要一个贤妻良母在家操持 而不是一个女强人 李然沉思一夜 决定做她身后的女人 18年过去 李然的生活怎样了呢 郭涛是否兑现承诺 做到她工作 她管钱呢 2006年 电影疯狂的石头上映大火 投资只有350万 却一举拿下2000多万票房 且同时获得金像奖 亚洲电影奖等四个大奖 一夜之间 男主鲍士红的扮演者郭涛 被全国观众所知晓 然而 此是他最开心的事情 不是作品的成功 是他即将开启幸福的一家三口生活 早在多年前 郭涛在和朋友聚餐的时候 邂逅了一位长相漂亮 温柔又大方的女孩李然 李然毕业于铁道学校 一直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作 比她小15岁 若不是好友相约去聚餐 她是没有机会和郭涛相识的 郭涛对她的印象很深刻 离开饭桌后 主动询问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李然却觉得 对方是个明星 她和她的生活圈子不一样 不会有什么交集 变为婉拒绝 之后的几天里 郭涛通过朋友联系她 她才告诉郭涛 自己谈恋爱是奔着结婚去的 而不是享受一下甜蜜 就不管不顾了 李然的一番肺腑之言 让郭涛这冷静下来 她把自己的身世 家庭环定告诉了对方 表示自己一旦结婚 就绝不离婚 郭涛支离破碎的原生家庭 让李然有所感触 决定试着和她相处一段时间 一转眼 两年过去 郭涛的事业迎来大火 她攒下一大笔钱 想要办一场盛大婚礼 迎娶李然为妻 可没想到 她还未曾求婚 李然又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事关未来的事业发展 李然唱歌好听 人也长得漂亮 有唱片公司留意到她 想要和她签约 对方一开口 就是年薪百万 只要把她捧红 还能赚得更多 天降馅饼 把李然砸得晕头转向她 她当时的工资不过几千元 突然有人告诉她 可以一年赚个百万 从此过着出门豪车 入门别墅的生活 她真的动心了 然而 郭涛却不同意 她很直白地告诉女友 自己就是要找一个贤妻良母 把家给打理好 为了让李然安心 郭涛承诺她 婚后她只管工作 她在家管钱 家庭主妇和年薪百万 她该如何选 经过考虑后 李然不舍得这段 即将步入婚姻的爱情 拒绝了前途无量的歌手事业 安心做起家庭主妇 婚后不久 李然怀孕了 她辞掉自己的工作 安心在家养胎 郭涛因为父母离婚的关系 和父亲关系一直不佳 两人时常伴嘴 但儿媳怀孕后 老人却对儿媳百般照顾 时常用自己的退休金 去买一些营养品给儿媳 渐渐的 李然被老人的爱感化 她也吹起枕边风 在丈夫耳边说着 公共对这个小家庭有多好 让她多去看待老人 不要伤老人的心 郭涛不想打击妻子 没有反驳 但在她的心里依旧对父亲有着诸多怨恨 儿子出生后 郭涛时常亲力亲为的照顾儿子 夜里哄儿子休息 白天给儿子换尿不湿 擦口水 逗她玩耍 带了一天儿子 郭涛感觉浑身算痛 这时她才知道 养大一个孩子真的不容易 妻子见到她疲惫的模样 忍不住调侃道 我们也是这样被照顾着长大的 郭涛若有所思 她不禁想起从前上学时 天黑了 父亲会骑着自行车载着她回家 她的作业没有完成时 父亲也会陪着她一起写 儿子满一岁后 郭涛趁着春节回到西安老家 看望父母 父亲看到她疼爱妻子 照顾儿子的模样 终于称赞她成熟了 懂事了 那一刻 郭涛泪流满面 鼻尖酸涩 父子之间的隔阂 似乎一刹那间消失殆尽 年少时的不理解 埋怨 都在这一刻化为体谅 2011年 郭涛喜得爱女 她真正的感受到 儿女双全的幸福 二胎女儿出生后 全家人的开支更大一些 郭涛不得不多接拍一些戏 才能保证全家人的开支 婚后的郭涛 也兑现当初的承诺 把自己的工资卡给了妻子 让她操持家里的一切 李然是一个很明白事理的女人 丈夫给了工资卡 她也额外办了一张卡给丈夫 每个月往里面定额打钱 让丈夫也有自己的小金库 郭涛的事业一步步红火起来 她接受的采访也变多了 不过 她很少带妻子和儿女上舞台 李然知道 作为名人 总是备受关注 一旦自己曝光于公众前 以后买菜逛街 都要小心翼翼的 她只是一个平凡人 哪里过得了这样拘谨的生活 因此 李然很体谅丈夫的决定 不会因为有女演员和她公开场合露面 就胡乱吃醋 有了妻子全心全意的付出 郭涛也能全力以赴的拍戏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角色 2012年 黄金大结案 在全国公映 郭涛在其中扮演了配角疯蝶 是主演的父亲 疯蝶疯疯癫 但他却为了救下儿子 被日寇活生生的打死 作品播出后 主演爆红了一把 郭涛也因为塑造的角色太好 荣获长春最佳男配绝奖 妻子和儿女不方便到现场 便在家里看荧幕里的他拿奖 父亲知道儿子拿奖了 就拜托邻居买了一张 黄金大结案 电影光盘 在家观看 老人一边看 一边流泪 他给儿子打电话道喜 说此生最骄傲的事情 就是养大了他 2013年 郭涛混变的消息 一夜开花 传遍全网 铺天盖地的小道消息 砸的小夫妻 两人摸不着头脑 两人的感情意志很好 怎么会传出这种谣言 郭涛忍不住上网去查真相 才发现网友们发出来的 是他和妻子去民政局办资料的照片 原来 郭涛和妻子是去民政局办一些 关于买房子需要用到的资料 出来是 李然拿着文档带独自离开 没有和郭涛一起走 才引发网友的误会 其实 李然是去交接资料 郭涛则是开车回家 照顾孩子 郭涛当时想要开记者会澄清谣言 可妻子却劝他不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去露面 害怕解释不清 引起更大的误会 一周不到 亲朋好友纷纷打电话来询问 李然每天要接到十多个电话 不停地跟亲戚解释 就连远在西安的公公 也亲自打电话给儿媳 问他是不是郭涛对他不好 两人的感情出了什么问题 父亲很担心儿子的家庭生活 时常打电话给两人 嘱咐他们一定要好好生活 不要离婚不要让孙子孙女过单亲家庭的生活 为了让公共安心 李然提出新家装修好 就把公共接到家里一起住 郭涛担心自己一年四季不在家 李然一人照顾孩子和父亲 身体会吃不消 事实上父亲来到北京后 真正感到轻松的人是李然 老人很疼爱孙辈 哪怕是推脚不利索 每天早上也要坚持起床做早餐 给孙子和女儿准备好上学需要的东西 两个孩子放学后老人就陪着他们写作业 李然可以独自在房间里看书 追剧有了更多休息的时间 婚变风波渐渐过去 郭涛又快速进入剧组 和没停参演父母爱情 参演这部作品时 郭涛不知道给妻子打了多少个电话 每一次他都是先把剧本内容发给妻子 让他审核一遍后才敢拍戏 原来这部作品里的吻戏和激情戏很多 他害怕妻子吃醋 每次拍吻戏时都会提前告知妻子 妻子嘴里说着吃醋 其实心里就跟吃了蜜糖一样 觉得丈夫很尊重自己 对于爱人 郭涛给了他最大的安全感 在外拍戏 从来不和女演员外出吃饭 也不会同时进入一家酒店 引起外界的误会 哪怕是和女演员住在一个酒店里 他也会拖延一点时间 晚一点进酒店歇息 不传出绯闻 对于一个男性来说 看似很简单 实则需要时刻警惕 和女演员保持安全距离 郭涛能够做到结婚18年 不传出一点绯闻 可见他的心中 真的只有妻子一人 丈夫的细心 无时无刻地感动着李然 他知道自己没有选错路 纵然事业很忙碌 郭涛对两个孩子的教育 却从未落下过 儿子喜欢表演 郭涛在儿子长大后 时常带着他外出参加综艺节目 还陪着儿子参演电影 爸爸去哪儿 父亲的影响下 儿子郭子瑞小小年纪 已经是一位小艺术家 塑造过角色 也参与过动画片配音 十分的优秀 对于儿女的教育 李然很少费心 两个孩子在父亲的教导下 很听父母的话 也很孝顺他 2023年 郭涛已经56岁 两个孩子也渐渐长大成人 他开始放慢自己拍戏的脚步 腾出更多时间 去陪伴儿女的成长 儿女周末放假时 郭涛会抽空 带着他们外出游玩 享受一下一家死口 其乐融融的温馨时光 对他来说 此生最感激的人 便是妻子李然 从前他没有享受过父母疼爱 家庭温馨的生活 而如今 妻子生下一双儿女 让他真正的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回家有人喊爸爸 出门有人嘱咐注意安全 这些小道只需要多说一句话 就能完成的事情 却是一些人一生都享受不到的爱 结语 2020年郭涛因为在书中写明 曾打过前女友 被人非议不尊重女性 其实生活中的郭涛 是一个很尊重妻子的男人 他虽然没有让妻子去做歌手 但他在婚后 却给了妻子最大程度的安全感 不闹绯闻 不随意在外过夜 每次外出都会和妻子说明去向 这种无微不至的体谅对方 才是真正的爱情 互相信任 坦诚相待 是夫妻恩爱的秘诀 郭涛做到了 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无声息地诉说一场人间 存爱的历程